乐无边 且莫早也长 且善愿 乐无边 烦恼进眷处 心清静 提康灵 万般皆吉祥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月11号星期四 莲花生大事书圣功德日 扇形与恶形成十万倍 晚上七点 新店大名讲堂佛学讲座 联络电话02-2917-8855 1月12号星期五 上午十点 基隆法王寺 恭送地藏经 祭慈悲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02-2423-9448 1月13号星期六 董公真仙圣诞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戒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4号星期六 念阿弥陀佛 持着处罪九十节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传授菩萨戒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5号星期一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持着处罪七千节 上午八点半 板桥碑院讲堂 百度母常寿法会 联络电话02-2951-0355 1月16号星期二 念释迦摩尼佛 持着处罪八千节 释迦摩尼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九亿倍 上午八点半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把关灾解 护生 贡万灯 贡万水 即甘露适时法会 联络电话03-989-9319 1月18号星期四 上午十点 桃园乐算寺 纳谷塔前空地 护生 点万灯 贡万水 即慈悲适时法会 联络电话03-347-7666 03-331-0553 1月19号星期五 上午十点 苗栗红法禅院 护生 点灯 贡万水 药拱 即慈悲适时法会 联络电话037-991-513 1月20号星期六 三代祖师圣诞 大寒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联络电话04-2238-9987 1月21号星期日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传授菩萨界法会 联络电话04-2238-9987 1月22号星期一 上午十点半 台中泰安慈悲经社 博相开光 点灯 护生 舒适响宴 药拱 即慈悲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0961-107-385 1月25号星期四 幼师如来书胜功德日 圣喜与二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彰化园林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点灯 药贡 即甘露诗实法会 联络电话04-837-8206 04-726-5266 1月26号星期五 贤结千佛书胜功德日 善喜与二行程十万倍 上午十点 云林观音讲堂 岁末药师祈福法会 点万灯购万水 护生 药贡 舒适响宴 祭此杯诗实法会 联络电话05-633-1565 1月27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台南东关国小 八观灾解 护生 贡万灯 贡万水 即甘露诗实法会 联络电话06-213-1112 06-258-9177 07-607-3377 1月28号星期日 上午十点半 高雄和春技术学院 大发校区篮球场 南区联合举办 岁末感恩 护生 点万灯购万水 又贡旗甘露实实法会 联络电话 零七五五六九九一一 零七七二二一七四九 零七二二一二三二三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记最大的福 行最大的山 走 跟生命电视 放声去 走 跟生命电视 放声去 放声去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心法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心 你的心就是你的世界 一 佛陀曾为摩解居士开始 以清净心为善也根 以不善心为恶也根 心清净故 世界清净 心杂慧故 世界杂慧 二 意思是说 用清净的心去做事 施行一切坏事的根本 用不善的心去做事 施行一切坏事的根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心是清净的 世界就会因此清净 如果心是肮脏丑恶的 世界就会因此杂乱不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善心去活 一 许多人很少心存善念 更不用说 会做任何善业 只要他遇到困难时 就只能依赖他们的烦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他们平常思维法善 毫无正面想法 就只能任由烦恼、恶业摆布 而且制造更多的恶业 二 如果是实时心存善念的人 特别是他们还努力 修学慈悲心、菩提心的话 一旦遇到困恶、问题时 可以依照心中善业的力量 去解决、对质 不仅不会制造恶业 而且还能消除业障 自知染尽者最余胜 一 想要在修道上进步 了解自己心性是非常重要 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事实上 我们难以确定 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 却要做判断 这是真正的难处 感遇到这种难以降 想要做的作与 在我的程度 F云 那么 那会是一个人 也不虚拗 不虚拗 我只能意见到 我会等着你 在 第二个条件里 二 设立佛尊者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别 他说 有四种人 第一种 内心有慧而不自知 第二种 内心有慧而自知 第三种 内心无慧而不自知 第四种 内心无慧而自知 这四种人当中 第一 第三 两种最为糟糕 第二 第四 两种最为忧甚 第二种最为糟糕的 二 między 一天 三 一 请好好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检验自己 2. 佛教所说的好人 是否能够时时观照 察觉自己内心是清静 或是染污 2. 佛教所说的好人 若是自己深于意 又贪嗔无惠 便要设法去除 若是没有 也不让心产生骄傲执着我 不让心产生骄傲执着我 3. 所以贪嗔等烦恼本身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知正确观察内心 自以为是心善行善 而临终时却投入三恶道 2. 佛教所说的好人 因为心善所以幸福 1. 幸福之因是心善 苦难之因是心恶 这社会充满功力 死心血见 想要在这样的环境 磨取自己真正的幸福 就一定要学习佛法 坚持到底 2. 不管是出家众或在家众 都要永远保持 对一切友情的尊重 关爱 不管这世界多灰暗 我们都要坚持做一盏灯 就算全世界都是坏人 我们也要做个好人 我们也要做个好人 8. 赤子善心 1. 行善要及时 如果想太多 过度思考 反而会干扰到行动 平常在思维法义时 就要设想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2. 例如此心和悲心的培养 一旦养成习惯 就能让它自然自发 无拘无束 即使以后 为人阻碍拒绝 也不会在意 2. 来自然自然而言 所以其他扇形也是如此 让它自然的展现 这点非常重要 善良的好处 一 诚实论说 如果以善良的心与人相处 尽可能地感化他人 即使得不到别人认同 或是大家因此离你而去 你还是因为善行而获得许多福德 二 如果以自私恶毒的心与人相处 教别人做不善的事 一个都不能少 一 生命的存在 没有形体大小的分别 都是友情众生 不管是大如大象那么大 或者小如蚂蚁那么小 都是一个生命 我们都不应随便杀害 我都不应随便宜 我都不应随便宜 是个人 我的天的相机 心与人相处 是不应该 我都不应该 我都不应该 我的天的相机 是不应该 是不应该 我都不应该 是不应该 我都不应该 2. 特别是看起来数量庞大的蚊虫 也不可以轻贱对待 不论多大多小 就生命而言一个都不能少 心善就好 1. 在家居士不能只是做个名义上的佛教徒 他必须勤于闻思修 在界定会上努力 2. 佛教徒 2. 为了真正实践佛法 在家里就做个好的家庭成员 在职场上做个好职员 好伙伴 在社会里面做个好的社会人士 2. 佛教徒 2. 佛教徒 3. 简而言之 就是做一个心善的好人 能够做一个很善良的人 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的未来 2. 佛教徒 好心易生俊 1. 所谓的恶友 就是能够摧毁我们任何善根的人 不幸的是 我们身旁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人 他们就像病毒过敏源一样 慢慢清洗你的健康 2. 佛教徒 2. 我们总要等到问题严重了 才赫然发现那是不好的 而对于自己到底是如何 从小出渐渐被影响和转变 却毫不知情 1. 佛教徒 2. 佛俄 2. 佛教徒 三 要如何预防及治疗这些病毒 过敏源及其病症 那就是服用佛陀所指定的好心益生菌 让心充满良善 自然会驱走任何恶劣或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感谢您收看 打开护持生命电视台 有了生命电视台 很多人才可以认识佛教 了解伤保 了解断恶修缮改变利益的道理 找到慈悲快乐的人生 所以各位要透过各种管道 以金钱来护持生命电视台的运转 到银行 到邮局 到中心 或直接参加法会 或是成为全目委员 乃至由全目委员到你家里 来得到你的护持 大家一起来关心生命电视台的运转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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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您一起共同成就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Kristen所即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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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有这个慈悲心 要来超度这些往生者甚至所有孤魂 它是我们能够超度他们最高的能力 并不是这些食物啊光药 它是一个方法 就像各位你现在给很多钱 给穷人他才要进来 那这个钱他很快乐 但是他钱用完了 还是继续做乞丐 最主要我们要给他一个最正确的脱离贫穷的方法 那我们叫佛法 所以如果我们有佛法的正确的心态 来念这个仪轨啊 布施这些食物 对他们帮助就会很大 所以简单的说 就是希望大家保持了一个智慧的心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也会生老病死 那这个生老病死 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智慧 因为没有智慧 所以会执着 就是起了贪嗔痴烦恼 所以我们会轮回 那这些孤魂野鬼 那些老祖先之所以会轮回 是因为他们有一点执着 放不下 所以我们当然 你要超度它 那你也要有一个智慧的心态 你才可以超度它的心 这些食物水 很慈悲 代表慈悲的方法 方便 那究竟超度它 就要有一个放得下智慧的心态 那所谓智慧 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就是各位所讲的 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就像各位现在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 生病 那这一定有我们有造业 所以你一定要忏悔 因为相信因果而认真忏悔 第二个呢 可能我们生病 除了有这个业 造业 得罪了众生 比如说你堕胎 流产小孩 这个小孩可能附在你的腰啊 肾啊 妈妈的肚子啊 所以他就会让你 腰不好 肚子不好 所以你会生病 那所以我们来 超度他们 如果今天我们要超度外面的众生 结果你的 你肚子里面的小孩 或是你身上的冤心在煮 你居然不超度他 他会更生气 所以你来了 你就会生病 哦生病 你会觉得说 嗯 来浑木去卡到卡到 事实上不是外面的众生找你 是你里面的众生找你 因为你竟然要来帮他们 结果我自己都没超度 所以等一下我们中间有休息时间 那那天有写牌位 今天还是要写 身上的冤情在主 或是多胎胎儿 那你要 那这个很好 这个叫相信因果 你愿意忏悔 你愿意 做这些功德给他们 那 第二个最重要的智慧 那就是空性 当然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那一直 觉得 有这个 生病不生病 善恶 他就不容易超度 所以我们超度 为什么要念 般若心经 般若心经 讲的就是 超越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超越所有轮回的状态 心态 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正空性 但是如果你愿意念心经 多去按照心经去想 然后对方就放下来 根本没有一个鬼在痛苦啊 也根本没有一个脚在痛啊 也根本没有一个我在生病啊 根本没有一个我在被欺负啊 这个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站在世间的因果 有鬼 有人 但是如果站在智慧的空性 没有鬼也没有人 他就超度了 那你也脱离痛苦了 所以我想讲的智慧 有世间的相信因果 轮回 善恶 夜报的智慧 所以你要忏悔 你要做功德 写牌位 这个一定要做 那做了以后 那又能够达到 这种放下的 平等的智慧 那不但你自己超度了 你超度了 你的心态 念的经也可以超度他 让他平等的超越了 所以简单的说 比如说你现在你儿子很不孝顺 或是你先生对你不好 你就觉得心情很不好 很痛苦 那你要有智慧 第一个 哦 这是我的因果 我之所以会生病 他对我不好 一定 这是一个业障 因果 所以你要生起惭愧心 这样 升起惭愧心以后 那我赶快来点灯啊 供水啊 回向给他 这就是你很有智慧去面对痛苦 那第二个 最重要超越痛苦的 你要说 那我 我这个心情不好 就是因为我 我自己没有 没有智慧 明明 他对我好 跟对我不好 生病跟健康 他只是一个 假象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佛教讲假的 一个 一个存在的 假的 就像这个话 那我为什么心情不好 所以我不能有这个心情不好 的想法 因为 什么都假的 什么都空的 那你要告诉自己这样 那为了要这样 所以你念心经啊 念观音菩萨啊 就让你的心 不要被这个痛苦卡住 那你可以把你自己给超度了 那这些孤魂野鬼 那为什么会也没办法超度 第一个当然讲了 他福报不够 所以我们修福报给他 逮唱鬼 第二个就是 就算他有福报了 他超度不了 他执着 有一次我去一个纳古塔 超度超度 结果有一个通灵的 给我说 师父 那老人说 我怕怎么也没来 我跟他念老板 天没用 他说我们儿子怎么也没来 那骨头讲话 就是他执着 所以他这个执着 虽然你做很多功德给他 他也超度不了 心情不好 所以我想 第二个各位就要 经常念佛 然后不要让自己心情不好 你要控制你自己 这个叫修行 那我说这些 就希望各位把这个想法 永远放在你心里 那对你自己就有帮助 再来 你对众生也有帮助 这个叫慈悲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心态 放到水里面 放在食物里面 放在药里面 又给他们捏药师咒 捏大杯咒 布施给他们 因为他喝到这个水 闻到这个味道 吃到这个食物 就有你智慧的加持 因为你有在做 比如说 你这个人不吃牛肉 因为你有在做 所以你 你肚牛就很容易 这不是光心态 我对牛很尊敬 我又不杀他 所以我又对牛慈悲 所以你不吃的时候 牛就会得到你的心态 跟你的慈悲 然后他心态也会被你影响 被你影响 他就放下 他就不恨人类了 他就不执着了 他可以得到离苦 只是我必须强调 各位把必须把佛教的 智慧跟慈悲的心态 不离开你 现在你要被砍头了 或是你的爱人要被抓去杀了 你就会很生气 这个时候你又离开正确的心态 不能生气 不能哭 保持正确的念头 做帮助他的行为 就是这样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就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 用这种智慧的心态 慈悲的行为 开始来为他们做言供 但是各位等一下 你去投的时候 那你要 慕念翁阿哄 但是就算你没念 你要想说 我替你们供养 所有的佛菩萨 替他们供养 然后这边是印尼 会供养了 阿拉真神供养 圣母玛利亚 为什么因为 希望 这些神阿佛阿 都能够慈悲 因为我们供养 来帮助 所有 相信你们的 相信佛陀的 都可以 愿他们来 带他们 那变很多 无量无边 那头黄色的时候 那希望 佛菩萨加持 诸神加持 化成很多很多的甘露 就像那些小baby 每个人都有很多牛奶 食物 药 那些死掉的老人 几百年的老人 终于现在都有衣服 有食物 就是你要有悲心 去想这个事情 观想 十方 佛菩萨 高兴 然后所有六道众生 都吃得很饱 那各位刚才又有投药 那我这样讲 就是说 平常你在家里 你或许 不会念很多 但是至少 你点一只香 或一瓶水 那你就要想 整个世界的水 你们都喝到 用整个世界 最好的甘露水 为你们供养 所有的佛菩萨 那你又 生起这个心态 去供养 这个很重要 那现在发给各位 吐司面包 大家可以夹头发 夹指甲 然后又给各位 一片黄金 也夹在外面 我们就想 布施我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快乐 给对方 那如果有孕亲在主 他也很快乐 我们向他忏悔 又布施全部给他 今天这个要烧的 所以你可以放 头发指甲黄金 把它包好 请翻到七十页 那念这个仪轨 就是说希望 诸佛菩萨功德 加持我们这个面包 而且 就算你只欠他一条 但是现在变成 一千条要还给他 你本来欠他一个心脏 过去你把他心脏给挖掉了 现在你要还给他一万个心脏 各种功德都加进去了 所以对这些冤心在主魔鬼 都让他们好快乐 那他们就不会制造车祸 自杀 得癌症 不好的心也都不会有了 连这些鬼魔都变成一个慈悲心 然后大家也不生病了 没有魔鬼了 事情就不会有障碍 请翻到七十页 好 由聚妙欲诸功德加持 对于冤亲债主替身时 无始身世乃至现今时 追求生命财富诸债主 一切八万种类障碍等 疾病死主伤害众生魔 供奉熄灭一切恶意行 心中发起立他菩提心 祈求施主魔病中解脱 能么多宝如来 能么妙色身如来 能么广博身如来 能么离部位如来 能么多宝如来 能么妙色身如来 能么广博身如来 能么离部位如来